高亢的歌声响彻战场豪沟 两名乌克兰女兵清唱改编自意大利民谣 啊姑娘再见了Bella Child的乌克兰战歌 曾经出现在Netflix影集《纸房子上》的意大利民谣 重现乌克兰战场象征意义重大 因为它曾一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意大利内部反法西斯人民抵抗军的国歌 从此加遇护小成为代表向往自由的圣歌 现在乌军虽然改写歌词 但是抵抗威权民族主义的弦外之音 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乌军和俄军双方持续火炮交锋 乌军表示有了像是这门来自美国的M777榴弹炮 精准的炮击射程又远 俄军还无法辨别炮击从哪里来 为前线的乌军打的一剂强心针 不过俄军的飞弹袭袭击十八号机构 不过俄军的飞弹袭击十八号击中 乌克兰在顿巴斯的储油潮和炼油厂 乌克兰的军事供应链不断被俄军捣乱 国际目前的军援还是远远不足以让俄军打退唐古 对此北约承诺会提供更多长城武器 但也同时坦言 乌俄战争恐怕还会持续好几年 乌俄战争成为持久消耗战乌克兰是全民皆兵 这群来自乌克兰各地的志愿民兵 有男有女不分年龄背景 在乌克兰南部奥德萨穿上甲座接受训练 就和豪狗里的乌克兰女兵一样 唱着战争势必将敌人歼灭 近新闻增议中陈思寅报道